2024录剧好评佳作不少 除了大火的庆余年外 玫瑰的故事 《唐朝鬼市录》也都是必追的高频录剧 而最近吴景妍 刘学义主演的复仇古装剧《春花燕》也开播了 好评度胜过同期热播的古装剧《七夜选》和锦绣安宁了 以下十部错过可惜 2024好看的录剧 玫瑰的故事好看 《春花燕》近期必追 最后两部是8点0分隐藏好剧 错过可惜 2024好看的录剧一 吴景妍 《刘学义》《春花燕》 复仇古装剧《春花燕》首播后 评价还不错 故事讲述皇子慕容景和率领为北军 收复青州师弟 战节入城后 青州却突发大火 传闻是慕容景下了放火屠城的命令 她也名声大悔 而少女梅林在大火中痛失至亲 她立时要首任屠城元凶 后来梅林进入秘密组织暗场 成为死士 她也迎来了第一个刺杀任务 刺杀仇人慕容景和 《春花燕》算是近期热播的古装剧中 评价最好的一部 胜过七夜雪和锦绣安宁 《春花燕》节奏快 毫不拖泥带水 第一集就迎来掐薄吻 剧情张力十足 人物性格很鲜明 刘学义的古装扮相好看 吴景妍演复仇女主也很对位 画面养眼 挺能激起观众讨论欲望 《春花燕》或许不像唐朝鬼是鹿之西行 《玫瑰的故事》那样拥有一面倒高评 但《春花燕》已经是最近比较有话题的古装剧 剧情不雷 如果是喜欢看墨语云间 沿洗攻略那种快节奏剧的人 可以一追 错过可惜 《2024好看的录剧2》 刘亦菲 同大为《玫瑰的故事》 《玫瑰的故事》最近上线Netflix 因而话题高涨 这部录剧必追啊 《玫瑰的故事》改编自一书的小说 讲述女主角黄亦梅的几段感情故事 剧里有五个男主角 有妹控哥哥 初恋白月光 老公 灵魂伴侣 年下奶狗弟弟 每条线都看点满满 而且高质感又养眼 《玫瑰的故事》 找刘亦菲来演万人迷女主是找对人了 观众都感叹刘亦菲真的好美 她撑起了黄亦梅这个大女主 而《玫瑰的故事情节跌宕气肤》 虽然剧情有点狗血 但渣男的情节很让人有所共鸣 演员阵容豪华 剧中的造型不仅不会吐气 感情线也拍得很好看 又拍出大女主成长内核 错过可惜 《2024好看的陆剧3》《张婉一》《王处然》《柳洲记》 《柳洲记》是腾讯制作的S甲古装剧 和往年的《星汉灿烂》《孟华录》相比 同为S甲大制作剧的柳洲记 播放效果不算特别好 但其实剧评不差 《柳洲记》豆瓣评分7.7 算是今年评价挺高的古装偶像剧 《柳洲记》剧情很有趣 十一女土匪把腹黑王爷误认成夫君 闲婚厚爱的故事 这部剧前期节奏偏慢 但许多观众都称赞《柳洲记》越追越好看 拍摄质感上呈很有忠实古运 《柳洲记》和张婉玉最近热播的《锦绣安宁》 调性不一样 《锦绣安宁》逐大宅斗 节奏更快 《柳洲记》则有种细水长流 威威道来的感觉 错过可惜 《2024好看的陆剧4》《胡一天》 《张婉一席花指》 《席花指》是上半年评价挺高的黑马古装剧 同为优酷制播 但评价更胜墨浴云间 因为胡一天和张婉一都被认为不适合古装 没想到最后却靠住精彩的剧情 逆转口碑 《西花指》跟墨浴云间一样 都是走爽剧的套路 但《西花指》都半7.4分 口碑更剩6.6分的墨浴云间呢 这部剧将女性群像刻画得很好 女性没有辞尽斗争 反而互帮互助 让人越追越入迷 讲述花府忽然遭吵家流放 大小姐花指不再装傻藏巧 她凭借聪明才智摆脱危机 并解释七宿司史顾燕熙 错过可惜 2024好看的陆剧舞 杨旭文 杨志刚 《唐朝鬼市录之西行》 第一季《唐朝鬼市录》 是2022评价很好的古装探案剧 没有流量明星 没有S加大制作 却靠住好口碑 获得自来水剧迷推荐 而今年推出第二季 口碑没崩塌 《唐朝鬼市录之西行》 是少数口碑超越前作的续集 第一季就有8.0分 第二季更冲破8.6分 《唐朝鬼市录之西行》 延续了前作的成功 悬疑氛围在线 逻辑推理严密不降至 也没有胡来的爱情线 鬼位十足 是评价很高的悬疑探案剧 讲述在《大唐盛世之下》 武艺高强的卢灵峰 和敌宫秦传弟子苏无明 从互不对付到行星相惜 合作共破鬼案 错过可惜 2024好看的陆剧6 陈兴旭 张若南 你也有今天 你也有今天 是上半年走热的黑马田创剧 剧评还不错 陈兴旭有苏感 张若南甜美 亮人CP火花挺强 而导演是排过 《遇见王立川》的陈明璋 有排出男女主角的 暧昧拉扯过程 剧情没乱来 故事节奏快而搞笑 细节满满 连职业线都不敷衍 豆瓣冲出7.1的高分 你也有今天 改编自叶斐然的小说 讲述程耀 被最顶级的律师事务所录取 他决定搬到 离公司近一些的地方 没想到房东一房两租 另一个租客 竟然是程耀律所的老板前衡 前衡第一天 就对程耀展开魔鬼训练 然而两个人 却逐渐擦出爱情的火花 错过可惜 2024好看的陆剧期 魏哲明 张嘉宁私藏浪漫 私藏浪漫 也是2024小小走热的甜宠剧 这部剧很甜 剧情集合一见钟情 加久别重逢 加先婚后爱家职场夫妻等设定 讲述大堂经理图晓宁 正在转阵关键期 而纪玉衡是风头正进的业务骨干 他们有助尽快结婚的共同需求 两人十年前是同窗 十年后 银差扬错 拥有了同事和夫妻的双重关系 私藏浪漫节奏很快 第一集男主就火速求婚 第三集就另争了 女主以为的久别重逢 其实是她的蓄谋已久 办公室隐婚的设定 效果十足 剧情甜蜜 但不会很有工业堂经感 两位演员演技也不垮 许多剧迷都是冲注魏哲明的高颜值点开 为哲明演人夫俗感依然强 错过可惜 2024好看的陆剧吧 李慕晨 叶盛佳 纸笔 近年陆剧圈开始流行起节奏快 篇幅短的短剧 而纸笔是2024获得高频的古装短剧 豆瓣7.5分 胜过许多大制作的长篇剧 讲述相府敌女苏云琪 意外发现自己是小说中的恶毒女配 而她的悲惨结局 也被记录在命书当中无法改变 苏云琪不愿接受命运安排 她要利用命书逆天改命重写自己的人生 纸笔女主角不是善良圣母傻白甜 她有心机会算计 不完全是好人 也不完全是坏人 剧情爽感满满 只爱自己的女主 苦心接近冷灭阎王男主 结果发现男主是个恋爱脑 纸笔虽然是短剧 但制作精良 剧中对老套的言情小说梗的吐槽都很好笑 女主人设很让人解气 设定有心意 错过可惜 2024好看的陆剧9 郭麒麟 吴振宇 边水 旺世 边水往事真的好看 这时下半年被很多人大推的陆剧 找来坠续郭麒麟 打挡港星吴振宇 讲述男主沈星为了混扣饭吃 投奔在三边坡当包工头的舅舅 然而舅舅却在武装内战封锁区失踪 沈星急着给工人们发工资 但也因此背上巨债 为了还债 沈星成为财叔手下的一名司机 为神山中的各方势力运送物资 展开的冒险故事 边水往事有点公路冒险剧的感觉 观众跟注沈星岛三不管地带三边坡冒险 这部剧不用等到DN集才好看 它第一集就好看 一个接触一个事件 节奏很紧凑 而且剧中人物都有两面性 各方势力的利益交织 也都塑造得很精彩 豆瓣评分高达8.0 错过可惜2024好看的录剧时 李宪 周宇彤 春色 激情人 春色激情人不是主打撒糖像的甜宠剧 调性有点像李宪去年的去有风的地方 步调不快 但质感不错 讲述小腿残疾的装结 回乡路上偶遇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麦东 麦东是一体整容师 一开始对装结各种高冷 后来两人意外重逢 在一次次试探拉扯中 两人逐渐靠近 逐渐疗愈彼此内心的伤痛 春色激情人在豆瓣冲出8.0的高分 男女主角都是边缘人 两人相互靠近 拉扯和试探 爱情线有很多值得细评的小细节 而李宪俗感满满 和周宇彤火花很强 剧情治愈 文心暖甜抬得很引人入胜